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邱师傅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简单又美味的菜肴 奶油大麻虾 好 奶油大麻虾的材料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就要有干香酱 这个陶师傅 邱师傅做的干香酱 然后呢 就是两只大大只的大麻虾 然后我们有准备了咖喱叶跟这个生粉 OK 首先我们就处理大麻虾 好 那么大麻虾买回来呢 就是这样整合的 整合呢 Mr.Kampong就把它镇着水 镇着水的目的呢 就是要保护那个虾的那个新鲜度 OK 现在我们就拿出来处理 好 首先我们就剪掉它这个眼睛这边 然后剪掉它脚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剪眼睛呢 如果你不剪眼睛 当你炸的时候啊 它是炸弹来的 会喷到人的 OK 然后这里也一样 好 剪了 两只 洗一洗 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虾呢 开边 好 现在我们就要处理这个大麻虾 大麻虾 你看它如果稳的话啊 我们就给它开一半 开一半来切 这个啊 你看到它的头要脱的话呢 这样我们就不切这里了 反正它都是脱了的 我们就切这里 OK 好 那在这个尾巴这边啊 尾巴尖 切下去一半 看到吗 准准一半的 切开 好 这样就一半了 这个 头也是一样 这样 从它这个中间这边啊 它两个虚中间这边 我们切下去 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下我们的手势 一定要铺得好 不然很容易切到手 好 这个也一样 就这样 切开一半 这样就把它打开了 之后呢 我们就要洗一洗 OK 把它头部啊 头部这边它有那个 它的尺带呢 尺带呢 我们洗掉 不要 有膏呢 你们就不要洗掉哦 现在先拿走 这个一样 好 OK 它干净 那洗干净滤干水过后呢 那我们就拍一点生粉上去 好 你要用那个木薯粉啊 玉米粉啊 或者风车粉啊 都可以 拍一拍粉 好 下拍粉呢 有几个好处的 OK 第一呢 就是我们炸的时候呢 它的表面会比较脆一点 第二 如果我们煮到有滋的时候啊 有滋的时候呢 它就会比较滑一点 它的表面会比较滑一点 第三呢 它就是容易沾到味道 好像我们西式奶油虾 它是干的 干的它就容易沾到那个味道 好 这个干香酱呢 我们一汤匙的干香酱呢 就要参两汤匙的生奶 它就变奶油啦 如果你们不参生奶呢 它就是干奶油 所以呢 这里我给三汤匙的干香酱 我用六汤匙的生奶 好 我们首先开油锅 炸虾油一定要够热啊 OK 虾可以放下去了 好 这里我们关火 正在一个二十秒 二十秒过后呢 我们就开大火 炸到它十秒就可以起了 虾一定不可以炸过熟啊 炸过熟 什么 怎样新鲜 怎样没的虾 都是不好吃的 OK 好 行 哇 这个就是大麻虾了 好 炸完加过了 我们就先炸一下这个咖喱叶 等一下放下去点缀的 OK 现在我们就可以丢咖喱叶下去了 炸脆它就可以了 好 炒上来 好 这里我们先给一汤匙的菜油开锅 好 现在我们就可以倒入生奶了 有人叫生奶有人叫蛋奶啊 切点鱼 就这样做一顿 OK 放了生奶下去咖喱 我们就要煮给它 有点浓稠先 OK 这里要控制火候啊 不要太大火 还有滚起来咖 我们就要熟火 OK 开始滚起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加入三汤匙的干香酱 好 这里我们就煮散这个干香酱先 然后我们就可以放虾了 看到吗 你一煮散它就金黄色了 然后开小小火 虾可以放下去了 这里我们就轻轻捞它几下 捞到它全部就沾到这样 这样就可以了 好 完成 好 一道简单又美味的奶油大麻虾完成 这道菜大家要注意的细节就是虾不可以过熟 一定要煮到刚刚好熟才好吃的 然后第二个重点就是跟着我所有的步骤 那个酱料一对三的蛋奶就刚刚好的了 如果你们要多一点酱你就开多一点蛋奶 放一对三一对三放多一点下去 这样就可以有次送饭有次来沾那个面包的 OK 那喜欢这道菜的分享出去给个赞哦 期待你们的功课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接下来 欢迎订阅明镜 请订阅明镜